这只小白狗天生就只有三条腿 幸运的是它有个好主人 把它抚养长大 最近小白喜欢上了隔壁的小黄 每天都会跑到窗户偷窥自己的女神 期间也尝试多次向小黄表达爱意 但小黄却十分地讨厌小白 因为小黄觉得小白残疾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 小白为此只能在远处偷偷看自己的女神 邻居也过来劝小黄让他给小白一次机会 小白听到小黄主人这番话 激动得连站都站不稳 甚至着急地从窗户跳了出去 但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呀 小白最终还是选择在上面观望女神 然而就在这一天早上 村里隔壁老王来找小黄了 他们一见面就如此的亲密 老王甚至骑到小黄的身上 而这一幕刚好给小白看到了 小白当场就抱了几句国粹 想马上出去把老王揍一顿 但是房子的门自己又打不开 小白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可以亲他 而他对自己又那么讨厌 小白为此抑郁了起来 主人为了帮小白追到女神 特意寻找兽医要解决方案 兽医说要让小白展示更多男性魅力来吸引小黄 而小黄是通过嗅觉来判断男性魅力的 所以刺激小黄的嗅觉就可以达到了 主人找来了当地的斗牛犬 收集他们身上的香味涂抹在小白的身上 没想到真的引起了小黄的注意力 这让小白的信心倍增 小黄也对小白产生了兴趣 主人趁此机会拿玩具来吓唬小黄 让小白去英雄救美 小白也成功地把玩具打败 小黄对小白瞬间产生了好感 你们看好他们的爱情吗 看好的朋友扣888 不看好的朋友扣666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